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 阿米巴金银 作者道圣和夫 被誉为日本金银之盛 上个世纪 他创办了金瓷公司 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道圣和夫在2010年 接手日本航空公司后 在短短10个月内 扭转了日航亏损的局面 并创造了1500亿日元的利润 创下日本航空公司 有史以来的最高利润记录 也是全球航空公司 利润最高的一年 近几年来 中国企业家对道圣和夫趋之若鹜 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名为 圣和学堂的企业家团体 这个熟人就是私塾 专门研究和学习 道圣和夫的经营理念 道圣和夫最核心的经营方式 是阿米巴经营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书名 阿米巴是什么 这个词本来是拉丁词 指的是一种能够根据环境变化 改变自己形态的虫子 道圣和夫把公司 分成一个个特别小的团队 这些小团队 就像阿米巴一样 所谓阿米巴经营 就是以这些小团队为中心 通过一套独特的管理系统 调动所有员工的积极性 实现所有员工 共同努力的目标 目前 全球已有500多家企业 引进阿米巴模式 并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业绩 道圣和夫表示 阿米巴经营 是他多年苦心经营的 一种经营管理方式 而这正是今天这本书 要讲的内容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为您解读 一阿米巴的由来 二阿米巴经营的三大优势和经营方式 三 两个常见的阿米巴经营问题 及解决办法 好了 接下来我们先说说阿米巴的经营历史吧 道圣和夫在50年代末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一般来说 创业者的目标就是赚钱 自由 实现人生价值 但是 道圣和夫最初的创业目标 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追求全体员工的物质和精神幸福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但是道圣和夫认为 如果没有这一理念 他所创立的企业将毫无意义 同时 这个理念不仅仅是他自己 而是整个公司的员工 有了共同的理念 员工们才能放下顾虑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 一开始 道圣和夫的公司经营得非常顺利 规模不断扩大 员工从2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 这时候 道圣和夫发现 公司的扩张 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他认为一个人管理100个人 可能太累了 而且 效率也不高 如果只是20个人的话 管理起来应该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将几十个员工 分成了好几个小队 每一个都是阿米巴 阿米巴组织能有多小 越小越好吗 应该根据哪些原则进行划分 对此 道圣和夫提出三个条件 一 每个阿米巴必须有明确的收入 并能计算出自己的支出 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两个条件 阿米巴才能独立核算 二 每一只阿米巴都必须是 能够独立完成一项任务的单位 因此 阿米巴并不是越系越好 三 组织分割必须有利于公司整体目标 与方针的贯彻 如果有阿米巴 阿米巴就会如鱼得水 但却阻碍了其他阿米巴 乃至整个公司的经营与发展 当然 这样的阿米巴也分不清 这就是阿米巴的由来 这是道圣和夫在创业过程中 摸索出来的一种经营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 除了便于管理之外 还能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呢 对此 道圣和夫强调 阿米巴经营有三个好处 一是建立一个部门核算体系 确保各部门直接与市场挂钩 生产部门不会脱离市场 二 能够培养具有经营意识的人才 满足公司的发展与扩张需求 三 能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和经营意识 使全体员工参与经营 这三点正是阿米巴经营的精髓所在 也是一家企业成功的根本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一听阿米巴公司经营的好处 它是怎样运作的 首先 让我们了解一下阿米巴公司的部门核算体系 道圣和夫创立的阿米巴小队 与其他企业内部组织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阿米巴小队是独立核算的 成本 支出和收益都要独立核算 简单来说 这家公司并不是由多个独立的部门组成 而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公司组成 或者像阿米巴一样独立核算 以确保每一个部门都与市场挂钩 以往的时候 生产厂家是不会管销售的 他们也希望公司能赚钱 但他们只想着把产品做好 这样的话 生产部门就无法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和需求 无法参与经营 现在有了部门核算制度 每个阿米巴之间都会进行交易 形成了一种流动的市场机制 比如A部门生产零件 B部门组装成产品 C部门负责销售 现在A部门把零件卖给B部门 B部门再把产品卖给C部门 到圣和夫把这个过程成为内部交易 在这种运作机制下 生产部门还需要采购和销售 市场的压力 需求和变化 都会通过企业内部的销售链条 传递到每个阿米巴组织 如此一来 就算是上游的生产部门 也能直接接触到市场 这就是阿米巴经营最大的好处 它把每个部门和市场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模式下 一旦市场出现任何风吹草动 公司的各个部门 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做出反应 而且 如果上游部门卖的价格太高 那么下游部门就不买了 如果产品质量不过关 下游部门就不买了 这样既能控制成本 又能保证质量 好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好处 阿米巴经营 培养有经营意识的人才 我们刚刚了解到 阿米巴经营 使每个基层部门都能独立核算 而且还能在公司内部市场中 买进卖出 这样 一个基层干部 虽然只有十几个人 但他的职责 却从一个小队长 变成了一个小公司的负责人 这不仅能提高 他对公司的归属感 提高他的工作积极性 同时也能锻炼 他的经营管理能力 到盛和夫称 这个职位为阿米巴长 试想一下 一个阿米巴长 在车间里当了一个小组长 他的专长 无非就是 比其他工人的技术 和威望高一点而已 不过阿米巴模式下 他需要管理下属的工资 所以他需要了解一下 人工成本 他要从阿米巴上游进货 还要了解成本 他还要向下游销售阿米巴 还要了解市场情况 同时 想要给自己和手下赚更多的钱 就得想办法提高员工的 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培养出 具有经营意识的人才 而随着人才的不断涌现 企业也不会再出现扩张的情况 当年 盗圣和夫面临着 管理人才短缺的局面 这是第二个好处 阿米巴经营 再来听听 阿米巴经营的第三个好处 就是增强凝聚力 让所有人都参与经营 盗圣和夫表示 在阿米巴模式中 老板和员工实际上 是合作关系 他认为老板应该尊重员工的要求和权利 而员工应该站在老板的角度 考虑公司的整体利益 盗圣和夫认为 很多老板在员工面前 都会隐瞒公司的真实情况 甚至有坏消息 他们不说 就是怕影响员工的事情 有什么好消息 他都不会说 也不会遮遮掩掩 免得员工们吵着要涨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之间不仅不能通力合作 而且还会引发员工之间的纠纷 因此 他决定将公司经营状况公之于众 将其视为阿米巴经营管理的根本 同时也是提升员工参与意识 与积极性的核心措施 为了让运营透明化 也为了让那些不懂金融知识的员工们 了解一下阿米巴 是怎么计算的 盗圣和夫发明了一个单位时间的计时表 这个系统由盗圣和夫发明 用于计算阿米巴的产能 他计算了一下 首先要计算每个阿米巴的收入和支出 收入减去支出 就是阿米巴创造的附加价值 这是一只分子在阿米巴中注册的员工 每个阿米巴单位小时所创造的附加价值 即分母用总附加价值除以总劳动时间 这就是单位时间核算的意义 在盛和夫看来 通过这种简单明了的会计核算方法 可以把每个部门的收入 单位时间附加价值等核心信息公开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的高层进行精细化管理 还可以让每一个员工都知道这一点 成本的多少 利润的多少 另外 从公司整体到每个阿米巴的运作情况 每天都要通过陈汇等方式 向所有员工公布 真正做到了透明 这是阿米巴公司最核心的经营理念 销售最大 成本最小 盗盛和夫本身对会计一窍不通 但是在创业的过程中 他发现可以绕过那些专业的会计术语 直接接触到企业的本质 只要利润最大化 成本最低 利润自然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理念不仅体现了经营的精髓 也因为它简单易懂 公司每一位员工都能很容易地理解并掌握 在此基础上 员工遵循相同的理念 更容易做到上下一心 全员参与经营 这也是阿米巴经营的第三个好处 说到这里 阿米巴的经营模式已经很清楚了 阿米巴经营通过公司信息透明化 基层组织独立核算 公司内部交易等方式 使基层企业更加市场化 不仅带动全体员工参与经营 更有效地培养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 造就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经营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完美 总会遇到一些问题 下一步 我们将介绍阿米巴的经营 有两个很容易产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阿米巴组织内部的矛盾 内部市场化之后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市场上的问题 独立核算之后 所有的阿米巴组织都想要盈利 自然会有利益冲突 如果把公司做大了 阿米巴可以有几十个甚至成百个 光是协调阿米巴之间的矛盾 就够让人头疼的了 比如说 阿米巴A想要把配件卖给 负责组装的阿米巴B 阿米巴B觉得价格太高 就坚持不要 如果阿米巴C拒绝组装 那么很可能会影响产品的最终完成 导致负责销售的阿米巴C 无法及时销售给客户 如果阿米巴B接受了高价 再把它卖给阿米巴C 那么结果只有两个 要么就是阿米巴C的价格上涨 导致产品最终无法销售 要么阿米巴C亏本把产品卖给客户 自己承担损失 这两个结果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如此一来 阿米巴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最终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和内部稳定 平心而论 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果阿米巴们各自为政 争斗不休 那么这家公司就是一盘散沙 道圣和夫给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第一 把钥匙道圣和夫称之为哲学 在这里 这种哲学被理解成企业内部的一种文化 道圣和夫要求公司内部建立一套 具有利他精神的道德规范 要求每位员工都要问自己 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我这样做是否正确 从公司挑选员工到经营企业的具体过程 始终强调优秀人格的重要性 要求所有员工 无论职位高低 都必须正直无私 以公司整体利益为重 道圣和夫经营的金次公司 曾经在美国招聘过一批销售人员 接到订单之后 由于生产部门没有及时做出产品 导致无法按时交货 这时候销售员们纷纷上前道歉 其中一名销售员告诉客户 这是生产部门出了问题 接不到的订单导致违约 道圣和夫对销售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是 违约本身的确是生产部门的过错 因为他们高估了自身的生产能力 但是如果你把责任推给生产部门 客户就会认为我们的生产部门是不可信的 那我们的产品谁还会买 作为同一家公司的一员 必须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 这正是道圣和夫所倡导的企业文化 第二 如果要是是阿米巴的话 发生矛盾怎么办 道圣和夫的回答是让领导去做 请注意 这里的领导不包括基层的阿米巴 常指的是公司高层 甚至是老板本人 这就要求从事阿米巴业务的公司 必须谨慎和严格地选择高管 因为这些领导者必须具有完美的人格 他们必须高尚 公正 有主见 有魄力 同时还要有能力 有能力 懂业务 懂市场 有这样一位领袖坐镇 阿米巴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 都可以避免和解决 第三 关键在于制度 这里的制度并非公司最基本的制度 而是一些比较灵活 但必须执行的措施 例如 负责销售的阿米巴要求低价购买产品 而负责生产的阿米巴则要求高价出售 两者产生矛盾 这时该怎么办呢 道圣和夫认为 公司可以设立一套用金制度 以补偿做出更多让步的一方 比如 当产品卖给客户的时候 他们会拿出10%的提成 作为阿米巴A的提成 阿米巴经营容易产生 第二个问题 使员工工资和工作量不均衡 之前说过 每一只阿米巴之间都要进行交易 这个过程当中的工作量明显要大得多 同时由于公司每一位成员 都要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 因此 阿米巴长还要承担相应的经营责任 那么 相对于一般公司来说 实行阿米巴管理制度的员工工作量明显增加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加薪公司的运营成本也会增加 如果增加的话将违背阿米巴经营的销售最大化和最小成本的理念 如果不招人又怎么会愿意增加工作量呢 对此 道圣和夫强调 他坚决反对所谓绩效主义 即根据工作表现大幅提高或降低薪酬 他认为这种赤裸裸的物质刺激只能短期有效 但从长远来看 员工的业绩肯定会有起起伏伏 一旦业绩下滑 收入锐减 员工自然会对公司不满 同时 员工之间难免会产生怨恨 嫉妒等情绪 因此 道圣和夫提倡企业文化的宣传 鼓励员工从长远考虑 做得好 短时间内不会有物质上的奖励 但随着功劳的积累 待遇自然会慢慢提升 而且还能长期稳定地工作下去 简单地说一下 阿米巴经营中最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基层市场带来的内部矛盾 第二 职工工资和工作量问题 道圣和夫针对第一个问题提出了三把钥匙 利他企业哲学 公正的领导 灵活的制度 对于员工的薪酬 道圣和夫认为 绩效主义是不可取的 他希望员工能够安安稳稳地工作 工资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行 到了这里 阿米巴的来历 经营方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都说了一遍 这些都是阿米巴的核心和基础 听完这些内容 那些对阿米巴经营感兴趣的人 都可以尝试一下了 但道圣和夫强调 阿米巴经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作 不必照搬自己的经验 在这一点上 他提出了五个可灵活操作的标准 一是要与公司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象一致 二要着眼于经营 三要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 四要坚持一贯性 五公平对待整个公司 这也是道圣和夫理想公司制度的标准